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可以做一个英明的消费者 我们在挑选精油的时候还要留意产品的包装 尽量去选择一些有幸运或者有固定销售点的品牌 如果具有一些产品专业的验证就更好了 我们在选购精油的时候还要去闻一下这些香气 跟天然的香气是不相近的 如果有出现恶心或者刺鼻子或者头脏头痛这些反应的时候 就应该避免去购买咯 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的12点去留意 第一点看精油是不是装在深色的玻璃瓶里面 因为深色的玻璃瓶它有闭光的好处 可以保障精油避免外面光色的折射 而破坏里面精油的结构 再来精油它有腐熟性 玻璃瓶盛载的精油可以好好的去保存精油里面的活性 第二点我们要看它是不是有清楚的标示着制造商 也就是品牌的名称 通过各种的咨询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品牌在社会上的一些认收性 第三点我们要看精油的署名 这是植物一般的称呼 包括它的英文还有中文 第四点呢我们要看它的拉丁学名 这是学术的名称也是全球通用的称呼 方便我们去确认它的品种 第五点呢我们要看它萃取的部位和方法 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精油 它是取决于它的花朵果实还是其他的位置 因为成分的不同呢它们擅长的功效也会不同 第六点呢我们要看精油的浓度 精油浓度一般是百分之百无添加的纯精油 有些价格较高的精油就稀释之后再发售 就比如玫瑰莫莉精油 它们的浓度可能是3%到10%不等 精油稀释之后呢价格也比较便宜 第七点呢我们要看精油的原产地 因为不同的产地呢会直接导致它的成分会不一样 所以价格也会不一样 第八点我们会看到期日 选择有明确标示制造或者使用期限的产品是很重要的 第九点我们要看精油的产品批号 这是蒸馏精油的一些序号 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精油的履历 知道它到底经历了怎么样的工序 第十点我们要看精油的装瓶地 这样可以看出它到底是原装的还是分装的 第十一点我们要看精油的价格 如果精油产品价格过低的话 我们就要多加留意了 因为它是纯植物所提取出来的精油 价格总不可能是太便宜的 最后呢我们要看安全的语句 看到有没有标示避免阳光啊火源啊 或者多久用一次等等 因此在购买精油的时候最好在一些专卖店里面购买 因为具有专业知识的店家呢通过咨询之后再购买比较安全 尽量挑选有原进口包装的产品 不但我们可以看到更完整的讯息 也可以避免在运需过来的途中有被换包的风险 同时也可以避免有一些厂家是为了降低成本 在精油里面去混合一些香精或者一些束化剂去延长精油的寿命 在使用这些添加混合物的精油 我们的身体不但会受到伤害 还会引致我们会头痛头晕 哮喘呕吐等等不良的症状 如果大家购买了精油产品之后 还有疑虑的话 就请咨询有经验或者你所信赖的方疗师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订阅点赞和分享 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方疗上的小知识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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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